接下來我們就要完成 入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這個按鈕 其實一樣 我們一樣是做一個樞紐分析 一個樞紐表 然後底線入接到 一個樞紐圖 底線入接到 然後再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樞紐表 一樣就是說你可以先錄製下來 那錄製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一樣就是在這邊插入樞紐分析表 一樣你就是先把它做一個彩排 那範圍的話大概就這個範圍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就錄接到 錄接到把它拖拉到 一樣喔 顛倒一下 先直 再列 然後呢 再把游標放B4 做一個資料裡面的由大到小排 Z到A OK 然後多一個動作就是留下前十個 值的篩選前十項 然後把前十名的留下來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樞紐 這個樞紐表的一個劇集 所以錄製的時候呢 當然 那可能錄製之前要一個地方特別特別小心 就是喔 請你把前面這兩個一定要刪掉 不然沒刪掉會發生跟前面一樣的問題 它會沿用 因為前面這邊已經被用掉了 它其實這個地方的樞紐表背後的catch 它也要樞紐分析表2 所以如果你假設直接沒有把前面這幾個把它刪掉的話 會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先把它刪掉了 好 那彩排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一樣錄製 所以喔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前面記得先刪除 再來錄製 OK 好 那萬事俱備之後 接下來就逐一來完成 OK 所以要熟悉啦 因為我大概做一下 如果你不熟啦 你把它寫下來吧 有點像一個腳本一樣 就跟演戲一樣嘛 你如果當個演員嘛 你至少要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麼吧 你不要忘了你要做什麼的台詞 忘詞就麻煩了 所以記得 如果你不確定剛剛的動作 你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按照步驟做 應該也不會出錯 OK 好 那我們理論上應功OK OK之後它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劇集 先樞紐表 再樞紐圖 等於錄兩個 OK 那所以這個地方樞紐表 然後多一個底線 錄接到 錄接 接到 OK 這樣OK了 OK之後按確定 好 那就開始了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 放個OK 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 先把錄接到拖拉到尺 先拖拉這邊 再拖拉到列 OK 然後再油標放B4 然後選擇排序 資料裡面的Z到A 然後再把前十項留下來 所以十的篩選 前十項 然後按確定 然後按確定 結束了 其實也是四個動作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拖拉到尺 拖拉到列 然後再排序 然後再篩選 有沒有 篩選 記得老師從這邊 OK 結束了 結束的話就停止錄製 看一下錄下來的結果 OK在這邊 聚集裡面有沒有一個樞紐表底線錄接到 有 按編輯一下 OK 那一樣 其實修改 我想你應該會越來越清楚 到底改哪些 當然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 插入樞紐的分析表 那第一步當然我習慣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R3C1的前面這個 公助表名稱有沒有 把它抵制 它已經到了什麼 公助表11了 OK 然後呢 其他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我把 其他的公助表刪掉 就不會有剛剛的問題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豆點Version 冒號等於7 跟DefaultVersion等於7 把它刪掉 不過啦 你今天練習的這個 因為如果你在同一台 Excel不刪沒關係 可是你換一部電腦 可能會發生問題 因為它的Version 它的版本不同 會產生問題 我是比較建議 我的習慣一定把它刪掉 所以這個豆點 這個也把它刪掉 好那OK了 理論上應該就完工了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 在目前的工作部裡面 產生一個 那個書籍分析表的快取 然後它怎麼產生的 所以後面有個點Create 就是動作 等於前面是一個物件 後面是一個動作 那動作來源 基本上就是Source Data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來源 在這個範圍 在這個資料表裡面 這個範圍 然後呢 你要把這個結果放哪裡 這邊有個Table Destination 就是把最後產生的 那一個表格要放哪一個 那其實這個後面 只要給它一個儲存格位置 你不用給一個範圍 為什麼 因為它會自己幫它延伸出去 OK 所以喔 概念大概有了之後 你會比較看得懂 那以後你看多了 其實也不就是這麼一回事 其實裡面程式 慢慢你看懂了 你就會改了啦 你說老師你怎麼會改 你怎麼會知道哪邊可以刪掉 哪邊可以留下來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我看多了 看多了就慢慢懂了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 跟你們一樣 天啊 這什麼東西啊 跟天書一樣 可是後來慢慢發現 我就是不服輸 我就講說 沒那麼難吧 我就每個每個慢慢看 慢慢分析 慢慢拆 然後慢慢試 有些刪掉會不會有bug 刪掉之後有bug 那不能刪 再把它Ctrl-Z回覆 OK 所以有些時候是釋出來的啦 說真的 其實我也想要去Google搜尋 他有沒有答案 沒有人給我答案 而且我即便我用CharGBT 我搜尋一下 我發現CharGBT也沒辦法給我答案 因為他 這種東西怎麼告訴你 他也沒辦法 而且你要怎麼問 OK 所以有些地方其實是 慢慢去 怎麼講 釋出來的吧 應該可以這麼說 OK 所以很多東西是經驗啦 那在背後可能已經試了上百次上千遍了 所以其實我是很熟 原因是因為 我試了非常非常多次 這個東西其實網路上也找不到答案啦 所以 呃 或許你有別的體會沒關係 你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只是說需要一點時間 絕對的 因為你說 是這個東西 怎麼會這麼多程式嘛 真的很看得很累 OK 當然 不過固定規則啦 如果你多改個幾個 你慢慢就熟悉 因為蘇女分析表 一樣嘛 這些我是把它刪掉啦 這個是 油標放 有沒有 這個是工作表 哪一個 目前沒有這個工作 目前是這個工作 可是下一次就不會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一定要刪 這個也要把它刪掉 這個可以刪 那底下這個叫什麼 WIS ACTIV 什麼 SHIT PIPERTABLE 這順便分析表 這個是一些相關的預測值 我的習慣也是把這個WIS 記得到ENDWIS 頭有跟尾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好 那剩下你會發現 哇 就清爽多了 有沒有 整個好像開闊了 剛剛那個簡直就是一團迷霧嘛 而且有點像造成干擾 所以刪掉之後呢 整個就會清爽太多了 你可以看到其實底下 這個好 我記得好像這個是不能刪的 然後這幾行應該就是 樞紐分析表相關的設定 來源啊 然後一直到這邊 這個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個第一個 當然也許你這邊 這一段其實就是在做 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你就是給它一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然後這些都是啦 然後再來第二個動作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拖拉到尺 然後這邊是拖拉到列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排序 排序在這邊 然後排序完之後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是 留下那個前十個 有沒有 就是 這邊的話是篩選 留下前十項 OK 所以這邊是 這個是什麼 拖 然後這個是排序 這個是前十項 簡單加一下 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以後你程式 假設有些地方你不想重寫 其實像這個Value1有沒有 後面是10 可是如果你說 老師我不要 我要20 很簡單嘛 把數字改一下不就好了 程式就可以 馬上有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好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我們來 最後其實一樣 我會在這個工作表 因為現在工作表名稱叫工作表17 一樣 就是針對目前的工作表 把它改個名稱 所以Active Shoot 這邊也有這個Active 就重新命名 所以最後也許你可以再增加一個重新命名 然後目前的工作表名稱 就是前十項 就是入階到前十名直條圖 把這個名稱加到這裡好了 加在這裡 OK 好 那就完工了 好 加一下 這樣就清楚了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1 2 3 4 5 6 而且很多地方其實都等於同 甚至你會發現 插入孫的分析法這一段程式 幾乎可以拿來當範本 因為其實在錄好像每次都長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想要錄製的話 你乾脆把這個拿來用 其實改的話 主要改兩個地方就可以了 一個是它的Source 一個是它的Designation 有沒有 資料來源跟資料 將來你要產生的位置改一下 它就會有不同的結果出現 所以插入孫的分析 其實說實在 以後你不用錄製也沒關係 拿現有的直接來改 你說這個樞紐分析表的名稱 你上面叫這個 你下面就要叫一樣的 所以如果叫樞紐分析表 4你就要底下一樣4 你不要上面是4下面是2 那就不OK 它一定發生錯誤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Run一下 再把它刪掉一下 我們表已經有了 那這樣的話實行一下看看 沒錯 有 有我們要的 OK 而且名稱沒問題了 再來的話就是圖了 所以有了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錄那個圖 那圖剛剛也錄過了 所以甚至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錄字 我可不可以沿用 直接拿來 也可以啦 只是說 將來你可以產生一個範本 自己拿來call 其實錄字也不會太困難 反正就把它錄下來 所以錄字的話一樣先彩排 一樣我希望樞紐分析圖 然後最簡單是直條圖 按個確定 然後位置跟大小不動 因為等一下我自己加就好了 我只需要加這個 就是錄接到的前十名 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所以這邊點一下 然後改這個名稱上去 所以最好是如果你懶得打 你可以先Ctrl C 然後等一下直接把它貼上 這樣就OK 好 那這樣我們大概OK之後 就開始錄製了 OK 所以一樣 開發人員 錄製劇期 然後這個劇期叫 樞紐圖好了 所以邏輯都一樣 樞紐圖 然後底線 錄接到 OK 按確定 好 那一樣 先找到樞紐分析圖 然後這一個 OK 按確定 對不對 那位置跟大小不要動 因為你會發現 我是有錄過 哇 那個錄下來的程式 多太多了 幾十行 那算了 我自己加四個就好了 反正簡單 然後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OK 然後名稱在上面點一下 常用裡面的顏色跟大小 大概我都用一樣 OK 然後再把圖立 這個要圖立 因為這個有點多餘 Delete掉 好 那這樣OK了 把它停止錄製 再來一樣 那再來一樣 就是找到那個樞紐圖的路階道 這個編輯一下 有啦 然後 所以改的地方 大概就是 這個一樣是 第一個是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圖 就拿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 大概就只有這個地方 這個是直條圖的樣式 Type 然後你說老師 那之前好像有寫過類似的有沒有 對 這個是圓形圖 那如果你後面要寫的其實都一樣 所以聰明的話 很簡單 直接拿上面C 然後底下把它C B比較好 你就不用重打了 不然的話打那麼辛苦 直接貼上就可以 反正一樣的位置 一樣的寬 10個 高20列 好 那底下應該都OK了 所以這個註解我就不加了 其實 上面兩行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來第三行 應該就是它的Title 有沒有看到 它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圖的 這個Title 然後 不過這邊有個Path 這個Path其實我剛剛貼 這個C可以拿掉 因為我是偷懶 但如果你自己打的話 沒有這一行 所以這個Path就是貼上 把這一行可以抵抵掉 然後它的那個Tex 它裡面的文字啦 字的大小等等的 OK 最後把圖例刪掉 大概就這些 好 那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Run一下 看有沒有OK Run看看 反正Run完的結果 如果是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那就OK了 有沒有 看一下位置 是不是到第10 對沒錯 這邊 然後是不是20列 對沒錯 OK 所以這樣的話 基本上也就完成了 那所以錄製 大概主要差別 應該就是直條圖 所以直條圖 就是這兩個參數 OK 那至於說 將來還有別的圖 你也可以去查查看 或者如果你不懶得查 你剛才錄製看看 你也會得到 那只是說我加了它的 左邊坐標 水平坐標 然後上面的垂直坐標 跟寬跟高 這個跟前面都一模一樣 那底下這個也都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懶得寫 甚至你都可以拿前面的程式碼 直接貼過來 直接改 改什麼 改它的title 有沒有 改這個而已 其他都一樣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它二合為一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再加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 就是這個按鈕名稱 這個按鈕名稱叫什麼 入接到前10名 所以就這一個 所以我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兩個怎麼結合 加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 入接到前10名 直條 Enter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它用call的嘛 call這個 所以就call它 然後再call 再改一個字好了 這個應該只有一個to 好 就把兩個結合在一起了 好 那應該完工了 完工 最後啊 執行看看 不過執行前 請各位一定要把這個刪掉 這個 這個就麻煩了 因為如果你沒刪掉 會發生錯誤 執行一下 OK 跳出來了 那最後呢 就把這個sub 變成一個按鈕 所以這個按鈕的話 一樣 我們直接切到資料 然後 我習慣是拿原來的按鈕來貼 因為它大小會是一樣的 而且貼的位置 你會發現貼上剛好這個位置 然後重新指定它 那要入貼到前十名 然後再把這個按鈕給指定 完之後呢 把這個字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再把它按一下 不過這個記得要把它刪掉 然後再按一下 有了 有沒有 OK 所以這樣就完工了 但是其實最後有個比較麻煩 每次你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 它出現了沒錯 但問題 你每次還要再按第二次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把這個刪掉 如果你沒刪掉的話 它一定翻出 比如說你再按一下 它一定出現錯誤 錯誤的原因 真錯一下 一定是出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這個名稱 就是因為你要重新命名 把這個工作表23 變成這個名稱 那你會發現 要把這個名稱換成這個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 抱歉 你這邊已經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名稱 工作表名稱是唯一的 不能一樣 所以它會發現錯誤 所以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可能還是要做一些防呆的機制 但目前我們沒做 所以最後其實 我們會希望 最後再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說 當我要按這個按鈕之前 我乾脆先按一下清楚 把這些前面全部都刪掉 就留下一個資料就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按按按 然後最後再按一下清調 這樣感覺會很流暢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還要再加一個 刪除資料以外的資料表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好啦 試一下 先把剛剛的那個 路接到前十名 這個可能要手動 我目前沒寫 我現在手動一下 把它刪掉 OK 所以按一下 先跳這一個 再跳這一個 那這個錄製的 這個也錄製來修改 至於錄製的重點 跟前一題一樣 然後我又把錄製好的程式碼 理論應該也有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是錄接到在這邊 所以其實你看我這邊錄下來 evolution是8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那我這邊是有把它留下來 主要是給各位看 但你要記得 這個跟這個將來要刪 那Disnation的話 你可以本來是雙引號 R3C1 另外一個寫法 你乾脆直接把它改成Range A3也可以 兩個寫法 OK 所以這邊我是有改過 本來是雙引號 R3C1 你可以 它其實是A3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說這個很難理解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Range A3 也是可行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在18E的地方 試試看 其他我想應該都 這個是圖的部分 不過圖的部分 我是有把它再修改精簡 就是如果那個圖的標題 如果你想要讓它更精簡的話 我是把它改成 就是比較精簡的寫法 取消圖例的話 其實也是寫一行就可以了 那這個改不改 其實倒也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我是有改 你們可以參考